那我們今天就來研究龍 龍其實基本上呢 它有分很多種龍 比如說西洋龍、台灣龍、中國龍、東方的龍 那什麼形狀 東方龍很好 來喔 我們先研究側面 我們先畫一張比較大的 你現在你的紙把它折成四折 把它折成四折 對折再對折 對 好來 那我們從第一格來開始畫題 我們稍微把它畫大一點 這樣你再畫它的五官會比較清楚 我們先在靠近側面這邊呢 畫一個圓圈 然後這個圓圈的下面呢 再往前拉 再一半的地方往前拉 這樣看起來很像是一個狗的頭 好 好 好 來 注意喔 來喔 我們從這裡往上拉 畫出一個筆子 這樣的筆子你畫得出來嗎 這樣看有鏡子嗎 然後呢這邊有一個坡 兩個坡 三個坡 三個坡 這個筆梁這裡有三個坡 然後最後四個坡就到我們的頭 先頭連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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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注意喔 注意喔 這裡呢是額頭 額頭 額頭 額頭要稍微微凸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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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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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两尾 然后第三尾 注意看 第三尾这个鲤鱼棋往下弯 第三尾的鲤鱼棋是想往下弯 我们下来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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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看第一种的 你看哦 如果你怕画 如果你怕画 错 你可以先像我这样子 轻轻的 在这个 画鱼领的这个地方 轻轻的画 一排 等距离的哦 相等距离 两排 把它切完 把它切完 轻轻的画 构图 轻轻的 好了没 好 注意哦 现在是要画 鱼领的鳞片 龙的身体就是鱼领的鳞片 来注意看哦 我们先画 简单的就是一样大小的鳞片 你看哦 一 二 三 四 你看我有没有 照着我画的这个 大小去排列过来 这样子我的每一个鳞片的 长度都一样 你只要控制好 它的宽度就好了 宽度尽量控制一样就可以了 到最后不够就不够 就不够 你不用特别把它画小 就是不够就对了 没有关系 好了没 然后鳞片的 鳞片里面要怎么去画 随便你 你可以上网去找一些相关资料 因为鳞片 鱼领的鳞片的 每一个鳞片的画法太多种了 那基本上 最简单就是鱼片再加一层 就是最简单的 再加一层黑色的这样 有一些是加两层 好了没 第一层画好了没 时间到了 第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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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层的每一个尖尖的地方 去加第二层 去加第二层 这样画不画 每一个的尖尖 再加第二层 第三个也是在每一个尖尖的地方 加第三层 它的长度一定要是你刚刚画的那个 每一条的这个长度 也要跑掉 所以你要注意的有两个地方 就是每一个尖尖要接下一排的 的那个交接处 然后每一排的长度要要一样长 一边画要一边注意不要画错了 就把整个鱼呢都画完 就可以了 好了没 好 因为时间呢已经到了 那我现在直接画剩下的 两个技巧 你就是有画到的时候 你在看影片 好不好 因为我有录下来 那注意哦 刚刚教的这个是最基本的概念 就是每一个铃片要怎么重叠 好的这个画法 那接下来跟你讲的是比较写实的 我把铃片呢的距离加大 这样等下再画的时候会比较好画 那写实的是什么 左右上下两边因为它是圆的 它不是平的 所以上下两边它往内弯 所以它的铃片会比较小 你看哦 我第一个 比较小 慢慢变粗 慢慢变粗 到这边再变小 慢慢变细 好 这样子画出来这个铃片呢 它就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圆筒形的鱼一样 那它的画法跟刚刚第一个画法一样 第二排的铃片一定要接着第一排的每一个铃片的尖尖去拉出来 这样它就是比较写实 看起来比较写实的一个铃片的画法 这样有看懂吗 那第三种的画法比较难 就是弯曲 一般人弯曲都不太会画 那弯曲也是一样 我刚刚第一步是不是叫你画这个间隔 这个间隔用在弯曲很好用 怎么用呢 注意看哦 我从这里呢 从最外围呢 往内画弯曲 它里面的间隔会比较小 外面的间隔会比较大 就是放射状的意思 我简单来讲 你看哦 我们在画一个东西呢 如果是画直线的话 它就是这样放射状 放射状 只是它这个是圆弧形的这样子而已 那放射状你画完之后 这个基本价格画完之后 你在画铃片 你就可以根据你的放射状 去控制你的铃片大小 这样子转弯的鱼 龙的身体的铃片 应该就画得出来了 但是顺的这个鱼 你刚刚画的这个距离 去画出每一片的长度的 这样听懂吗 这样子鱼的铃片呢 它就转弯了 有没有 它就不会很奇怪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龙的一些主要的一些 一些 部位的技巧 你把它学起来 学起来之后呢 我要你回 在家里自己练习画一张龙 自己设计一条龙 那怎么设计呢 注意看哦 假设你这是你的那一张纸 你用大张的纸来画 A4的一整张来画 你先把龙头先画出来 因为我们今天只有学侧面 所以你先把龙头的侧面 你要面向哪里先把它画出来 画出来之后呢 再开始从龙的这个后面 这边是龙头了嘛 这边是龙的身体 然后它就开始画 有没有 开始让它跑 你要让它怎么弯都可以 因为龙的身体 就是很像蛇一样 当然你不一定要让它 它一定要在这个画面里面 你可以这样这样子绕 跑到土的外面 再从这边呢 再跑出来 再跑到土的外面 再从这边跑出来 跑完之后 记得 头跟尾巴都要出现哦 你身体可以让它跑出去外面 尾巴一定要把它特别把它勾进来 勾完之后呢 再开始从龙的身体 龙的头之后 看它在什么位置呢 加龙的脚 它至少要有四只脚 把它加上四只脚 加完之后 再开始把 你画的这一条线把它加出 龙的身体就是蛇的身体 把它加出 那加出 加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从头长出来的一定比较粗 它会慢慢接近到尾巴就慢慢越细 然后尾巴这边就花一坨火 然后尾巴这边就花一坨火 那特别的技巧你可以看影片 我会把影片传给你吗 OK 下课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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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